当时我选择卖了55-200换购70-300的最大理由 就是它可以使用增距镜 70-300原本的等效焦距是98-420 在使用了1.4倍的增距镜之后就变成了150-630 使用两倍增距镜可以达到200-840的焦距 可能是因为人都需要安全感吧 希望选择可以多一些 或者说自己的欲望太多 总觉得200不够用 那有了300呢又希望它能够再长一些 可以拍的更远一点 当然这一方面呢是拍摄需求真的变多了 比如拍两次月亮之后呢我就爱上了 想要进一步的放大建筑和月亮之间的关系 那另一方面如果可以有选择的话 当然会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不用买好几个镜头就可以满足焦距的需求 当我第一次听说有增距镜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这简直是太方便了 要是所有的镜头都能够用该多好 可是摄影呢如同生活一般 总是在教会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 因为在焦段的诱惑下 如果使用了增距镜 相机的画质就会降低了 那这样一来还值得吗 我呢觉得关键还是看会降低多少 能否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那么1.4和2倍的增距镜到底拍出来有多差 如果只买一个买哪个合适呢 今天咱们就来对比一下 看看他们拍出来的效果 目前富士镜头中可以使用这个增距镜的一共有5个 本次的测试还是围绕70-300和100-400的使用效果 也是比较适合旅行和风光的两个镜头 200毫米的定焦呢 我就不给大家测了 用的人太少 因为贼贵 50-140我认为比较适合婚礼和活动 以及人像摄影师使用 是商业摄影的首选 当然呢 它也不在我自己的使用范围内 还剩下一个80毫米的微距 那晚一点呢 我会和这个镜头的测试再一起给大家放出来 咱们先来看看增距镜在70-300上的表现 使用1.4倍的增距镜之后呢 原有的最大光圈也会随着下降 70-300原有的最大光圈为F4-5.6 那使用了1.4倍增距镜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5.6-8了 先来看看使用增距镜后的各个焦段的画质 先来一组最大光圈的表现 即便是放大到百分百 我呢 感觉在各个焦段的画质啊 表现的都还不错 属于能接受的范围 使用增距镜后啊 原来100毫米端 就相当于是135才能拍出来的效果了 再来对比一下画质 似乎呀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如果是细看的话 在远景的细节上 使用增距镜确实降低了成像质量 建筑的边缘呢 出现了轻微的毛边 但是呢 前中景的成像都还不错 在后期增加一点锐化 出来的整体效果 可以说可圈可点 非常的不错 降低光圈到F8 似乎画质呢 达到了顶峰 还记得上一期我测试过70-300的最佳光圈 就是F8嘛 对比光圈11式的画质 哎 确实F8要更好一些 F11 无论是前景还是远景 整个的画面呀 就一个字 软 但是这个呢 也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我认为光圈F8 在70-300上使用呢 已经很够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1.4倍的增距镜啊 在70-300上的表现呢 还是很不错的 最远端可以达到420毫米 可以完美的接近 100-400那个镜头的焦段 完全可以选择购买 用起来呢 也挺放心的 比我之前想象中 其实它的画质要好很多 使用2倍增距镜啊 对光圈的折损要更加的厉害 最大光圈就变成了F8到F11 这下子呢 就打破了70-300 最佳光圈为F8的底线 最近焦段70毫米 增距两倍之后呢 就变成了140 画质啊 非常的不错 虽然明显看出来 会比之前要软很多 但是呢 通过后期调整 效果明显 有改善 几乎可以说 看不出有明显的画质缺陷 但是到了300毫米 也就是最远端 600毫米的增距效果 就明显的感觉 拍摄起来非常的吃力 光圈下降为不擅长的F11 快门速度下降的非常严重 即便是我当时使用了 三角架和快门线 连续拍了好几张 全都拍虚了 我呢和大家一样 也是看书 看网络视频 自学的摄影 所以上三角架必须关闭防抖功能这事呢 我一直都是铭记在心的硬知识点 但是经过这次的对比测试 说实话呢刷新了我的观点 在上一期这个70300和100400的对比当中啊 我全程都是关闭防抖的 由于是下午的时候 光线比较的充足 快门的速度呢都很安全 但是到了测试这两个增据性的时候 就是傍晚的日落了 加上我当时所在的码头呢 风非常的大 按照我平时的拍摄习惯去拍摄 我发现呀成功率真的非常的低 简直是每一张都是虚的 于是呢我大胆的违背了摄影大师们 交给我的基础知识 打开了这个防抖功能 哎他立刻就不虚了 所以您看这就是摄影的魅力 也是他有意思的地方 知识点可以死精英背 但是呢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套自己的拍摄方案 只要结果是好的 其他都不重要 遇到问题 咱们不妨多试试不同的方法 变通一下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呢发现在使用焦段为500毫米以上的超长焦的时候 打开防抖功能呢十分的有效 当然啊我这个XT3机身 它没有机身防抖 只打开了镜头的防抖 那有机身防抖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使用三脚架也能打开防抖功能 这也许啊只限于富士相机其他的品牌 我不清楚 并且呢富士官方也是承认它可以被打开 这个呢要感谢新科技为我们带来的便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出的镜头全都没有了防抖的开关 改由相机机身来控制 所以再测试100-400的时候呢 我就机智的打开了这个防抖功能 因为100-400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晃的要更厉害 和70-300不同 100-400在光圈F11表现的要更好 所以在使用两倍增距镜的时候 最大光圈尽管降低到了F9-F11 但仍然在100-400的最佳光圈范围内 拍摄出来的样片说实话呀 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原本以为两倍增距镜会让照片的画质惨不忍睹 但事实上呢真的还好 它确实会让画质下降 但是啊仍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 当然上一期咱们也测了100-400的画质 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了 使用两倍增距镜之后 仍然能够达到现在这个效果 我认为啊可以了 要知道400毫米端增距后啊 可就是800毫米了 等效焦距1158相当的震撼 我呢拍摄的时候所在的位置 距离世贸大厦可以说是非常的远 而远处的MetLife大厦是在42届的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空间的压缩感 想一想 这要是月亮呢 再来看看1.4倍增距在100-400上的效果 那除了100-400本身的问题 边缘画质呢依然很差之外 在最大光圈和光圈F11上的表现 我认为呢都非常的出乎我的意料 后期稍加调整还是可以让照片上升一个高度的 对于100-400搭配这两个增距镜 我的感受呢就是在拍摄的时候 非常的难构图 画面晃晃悠悠的很难调整到正确的位置 并且拍区的几率呢非常的高 再加上镜头本身的重量 对三角架和云台呢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了 在购买前呀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外界的因素 再加上我当天拍摄的时候呢 是在码头风特别的大 所以极端天气的环境影响也是需要考虑进去的 我本以为设备重一些稳定性呢会更好 但是没想到呢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 经过本轮的测试啊 这下让我有点难选择了 我觉得这两个增距镜我都挺想要的 再看看二手根本就没什么人出 估计呢我就只能买全新的了 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下手 一是想等年底黑五的时候再说 看看有没有折扣 二呢是设备这个东西吧 没有的时候觉得特别需要 买了之后就闲着在家了 所以呢还是在考虑考虑不急不急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如果您也喜欢旅行摄影 爱拍程式和自然风光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